作词 李宗盛 啊 我看到 啊 我没有拍 神仙歌春雪上线了 一首给听众带来 特别大惊喜的歌曲 起初听到 这首歌曲小编有所疑惑 是怎样的音色呀 表达怎样的情感呢 或许小伙伴们也会有疑惑 周深的歌曲特别爱听 也挺喜欢 这首歌是周深和制作人Terry 中天力带来的群星类作 是一首流行电音作品 钢琴旋律衬透的周深的声线 渐渐融入电音 火燃天成 恰到好处 它给歌曲注入了灵魂和生命 伴随着周深的歌声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 沉溺纠结遗憾告别的情感 春雪是细腻又转瞬即逝的 来不及思索 来不及道别 周深清浪的音色演绎 是为歌曲注入了灵魂和生命 从电音浅唱到高音呈现 从浅音低唱 到最后的高音呈现 演绎了一首完美的流行电音作品 晶透如薄冰般的嗓音 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雪花在空中摇曳 是那么纯净 那么轻盈 她的歌声富有穿透力 让听众入了耳 入了心无法自拔 这就是周深的魅力 吟唱更是让人着迷 我还在多夜雪地里等日出 一夜落满 早晨之夜 悬盘无数 套话还没结束 在清一条里 只不花香 而变完脚步 从未庆祝 在开启二专宣发期间 周深海一连三天发了三首全新单曲 这位打工人的建业程度太魔鬼了 昨日周深为电视剧追风者 演唱的主题曲《非你所想》上线后 CCTV电视剧官微就带话题 周深新歌和追风者的适配度 艾特周深发门说 清澈悠扬 将曲者往事唯唯到来 最后 央视频官微也带来话题 周深演唱追风者主题曲 艾特周深发了类似的微博 同一日 央视影音官微也 艾特周深发了博 春天漫舞生长 充满生机 让我们在周深 伶牙之旅细腻治愈的歌声中 找到勇敢面对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开启一场花开三月的音乐之旅 新华网官媒同日也 艾特周深发布 春天的玄武湖氛围感拉慢 听着周深的光亮 快去捕捉散落在车间里的小美好吧 不得不说 周深已经成了官媒的御用歌手了 消失了很久的周深终于出来营业了 周深抖音微博都更新了 大家都看到了吗 谁注意到了周深的IP 显示在贵州 深深回家了 决心是去台江录制《非语》里的中国节目 我觉得自己 您刚才说 我什么营丽什么国潮 我觉得不太感到 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 应该是想了咱们国潮的母亲人 小爱光着江录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听了我的歌 就觉得这个人很好 我唱的国库歌上的话 好适合周深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是 想了这样的国潮一个母的感觉 而且是白话 就会比较简单 但有的时候 你可能 就是你发现这些虎风的歌的词 就真的特别有意义 对 对 发出我们会了解到 对 它永远就是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 自己的母语是中文 特别特别细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这样觉得 其他国家都很难了解 那种美 知道吗 可能就一句话 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的邪 对 很多种的邪 不可能都可以 都可以在那里面 淘汰的味道 所以你又觉得自己的母语是中文 我觉得特别特别细子 可以看得到很多时间 我会觉得我也是 除了这些文化的 不能够让自己的音乐 或者自己的表演 有更多的表达 能够放置 所以我觉得大家 无论是从事哪个行李 都可以 让这些非文化的 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不一样 还有一个好消息 3月24号晚上8点29分 周深会出现在康师傅直播间 大家不要错过了 此外第12季奔跑吧 手机录制地点在广西 录制时间是3月28号到30号 这几天应该会 官宣团演阵容了 不知道周深这期会不会参加 要发尔专要开演唱会 知道他肯定很忙 有一大堆事要处理 但司机还是希望 他能参加这期的跑难 这样每个星期 就有固定的饭了 看瓜是有周深 大家一切等官宣吧 不过第一次回答错误 我们的 我们的 我希望大家能 你是国家公园的 形象大师 相信今天选中的 你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对不起这些 你不可以写我 你没有 B M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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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该给我们懒头 你给我前面 故意念完那两个手 我认为那两个绒 先飞完一圈更懵了 哈哈哈哈 不要吃棍 不要这么说自己 不要脚了 我还行 我们就做了他们是 你就是 哈哈哈 是吧 生筷子兄弟 哈哈哈哈 棍子兄弟 哎 哦是给野生菌上的小学啊 哈哈哈 你们都吃掌中饱了 鸭蛇 鸭脖子 你为什么不能吃鱼眼呢 说一种人家不知道的鱼 六眼飞鱼 他的眼多 他就说电视里面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听清楚后面的声音了吗 不要当鞋眼飞 不要当鞋眼飞 这不是狗狗玩具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 差不多 你们二个没有怪味 哈哈哈 哎有 哦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尴尬 我的活都干了 周深 呀 这个时代需要周深 哈哈哈哈 求求了真的很尴尬 你面前来更尴尬 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 在这部门上 新年的寥 新年网友 最近自己的一员口号的 reaction 为什么要扔手机呢 做战自己的成压能力 出来了 为什么他能够了的声音 遗压 你为什么用迷老鼠的声音说完 你个人毁的 你这个 看我做聪明 做自己号 你能不能别那么聪明 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先生 今年能带京京剧 再开场演唱会吗 这种北极天津 别忘了看演唱会